咦?買齊泡河汽水看電影嗎? 嘿!買齊泡河汽水當然是趕回家聽映華春秋啦 7月12日晚映華春秋 今晚有三位主持 有我Grace Atlas Thomas 開播就要讓大家醒一醒神 說一些正事 我們真的很喜歡大哥的 有什麼大哥新消息呢? 我們都會說 要第一時間說 其實這已經是幾天前 我現在還在考慮 將不將這個MV扔上去 讓大家開心一點 其實我扔了 你扔了 我說大家看完之後會想逃亡 我們在說這個絕地逃亡的主題曲 原唱就是陳淑華 還有這個 就是明明白白我的心 那時候也是一首正正經經 叫做正常的歌 九十年代 都很Hit 現在阿成龍就翻唱了 做這個主題曲 就是《絕地逃亡》的主題曲 叫做《明明白白我的心》 好像找了一個女生唱 和她合唱 我知道女生要偽韻戲 應該是韓國人 因為我看那段MV 很多韓文 我懷疑是韓國 就是韓國拍的 但是自問 我也有一個超強的忍耐力 例如這個《天璣》我是可以看完 但是這個MV 我真的看了三十秒 就已經頂不住關掉了 如果看過MV 我一開始以為是那些 California 那些 那些冠軍黑店 那些廣告宣傳歌 你這樣提醒大家 因為阿成龍大哥 他在代言什麼 那件事最後都會死 很慘 California 也是成龍大哥 曾經 但其實那個MV 他一開始就是 整班人跳跳 就這樣跳舞 但在後面背景 才看到一個 絕地逃亡四個字 然後看到成龍大哥 在那邊跳打工夫舞 就是突然動L上身 對 然後分身 但我看到分身那段 我真的頂不住了 我已經馬上關掉了 因為我覺得 我不能夠這樣 去虐待自己 所以 我想問 在座各位 你們有沒有人看完 我看完 我也看了大半 但你以為我好閒嗎 我客觀點說那個MV 我又不批評成龍那些武技 唱功那些東西 我只是覺得那個MV 那個風格 其實跟那套電影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我想問 其實他是不是想捧他那隊 JC 我不知道 還是他自己想 走年輕人路線 其實成龍 他本身 他公司 又捧一對 那些年輕人 其實有什麼戲 都會找 這班人去做 其實他好像是捧 他的JC Group JJCC Group 對 JJCC Group 正所謂 自己的兒子 又不生性 你也要找人接一下班 這個是摸口飛 你沒理由要他六十多歲 還在繼續打嗎 其實你看到後面 那班打功夫的那班 應該就是他捧的一對接班人 但是一配下去 一個這麼肉酸的MV 就真的 我看不到什麼 其實 Thomas 你再客觀點說 真的覺得 是不適合這套戲 這套戲 它是講逃亡 是動作片來的 你突然間做個MV 我又不知 它是什麼意思 還是純粹是 你拍個客人的MV 等別人有個印象 知道 原來這套 這套MV就是 絕地逃亡的宣傳曲來的 要吸引人家入場看 但這套戲 其實大部分資金 都是中國資金來的 好像只有 一間美國公司出品 這套是一套 偽 偽 偽美國片來的 剛才我和Alice 談過 你要看回 因為雖然Grace 他們說這套是有美國資金的出品 但那間公司 其實都接了 真的 是嗎 真的不知道 這件事 你研究過 其實這套 根本就是一套大陸片 可能是倉底貨 聽聞2014年已經拍完 就說了一年 可能好好歹歹 都要快點放出來 那個導演 我之前也介紹過 是雷尼哈林 有一套好經典的作品 要奪補中環 就是國後島 哦哦哦 那套拍了一分 但收了千多萬 虧到趴街那套電影了 是啊 真的 我發現近年 其實近這十年都是 有時有些 大陸的演員 他自己做制片也好 拍戲 他很喜歡 他有國際視野的 他很喜歡請一些 荷里活的導演 過去中國拍戲 但那些導演通常都是過了戲 或者拍戲 仆直的 我講個例子 就是張子儀 大概幾年前 她自己做制片 就拍那套叫《非常幸運》 我聽過 那套是她跟王力宏做的 她就請了荷里活 有個女導演 做那套電影的導演 但那套女導演 都是過了戲的 已經走過去拍電視 是啊 那其實算不算是騙飯吃呢 人家有錢收 何而不為 但質素是怎樣 大家心照 這件事真的很恐怖 不要再說成龍 這些恐怖的事 我想說 在7月24日 因為大家都知道 名導演 巴斯基 阿魯斯達米 就過了身 在7月24日 電影中心 應該是星期六那天才決定 就會播一場 7時9時 就會播一場《櫻桃的滋味》的電影 如果我出街當日 其實我想都去飛去得很快 大家可以看回 其實這套電影我也有看的 難得上一套影院 因為之前她的回顧展 在2013年的時候 算是她的傳展 我想是臨時臨急抽出來 那時候的傳展是CineFan還是點節 電影節 我想可能CineFan會做 對 還未出這個 我記得現在《魚無意外》 應該還未出現在7月 還未出8、9月 她應該會有 會有下日國際電影節 然後還有CineFan的節目 應該她在下半年之後會出現 因為大家記得 即奇李維特過世 她都慢慢放了兩套出來播放 現在更加一個大導演 CineFan過世 可能裝行即將會有回顧展 也未拍的 其實她最後一套 就是電影中心特別放影 那套叫什麼 那套叫東京 東京出租少女 是的 是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但是很可惜 我是沒有看的 因為她特別放影 那些時間 不知道為什麼真的這麼巧 那幾場我又無法配合 就算配合到 我亦都買不到票 那我當然個人希望 如果可以看得上的 當然可以看到 其實大師死都幾 其實不是突然的 大家都知道她病了很久 但是真的沒有想到她這麼早走 因為其實 如果以伊朗導演來說 她真的是大師級人馬 其實是 如果我講回回憶 現在是2013年 那時候她來了 那個 那時候我記得她好像播完英陸的滋味 然後再風再起時 之後就是她的講座 那時候阿舒奇做主持 那大師她就現場接受一些訪問 不是訪問 即是問題 以及分享她的創作 那很多東西 因為其實細緻的 我真的不太記得 因為始終是2013年 但是我很記得她 每回答一條問題 因為她有翻譯的 其實她英文不是太好的 她也是要用回 她本身的mother language 去說回她的東西 但是我記得她是很有心機 去回答每一條問題 而且她說她 因為我真的很可惜 其實我真的沒有記錄 也不太記得 但是給我印象 她是一個很認真的導演 她會很... 很... 很... 對她每一個作品 她都很清晰 她記得的 大概都是這樣 我們當然是個人意願 希望... 其實她也算... 如果伊朗導演來說 她算多戲在香港上正場 其實... 嗯... 對... 之後... 我記得那時候有一套 《刺事有緣人》 香港都正式上場的 上正場 就不是特別放映的 就是《朱利爾避落線》那一套 我不知道為什麼 每個都只說這套 好像忘記了 其實她還有一套 《東京出租少女》 我是看傳媒寫她的遺作 那... 如果有機會大家... 其實她的戲 我覺得是需要 在一些比較寧靜的環境去看 因為始終... 她不是那些... 炮谷電影 其實她很慢的 但是她... 慢得來 她每一個鏡頭 都是有她所說的話 還有她... 她所表達她的意思 其實... 如果太... 其實... 她有很多... 《大波鐵》 《無蜜處》 《家家家》 《火》的時候 很多戲她都有份 做一個回顧 不知道她今年《Cinni Fan》 會不會再搞 因為其實2013年 搞那一次的話 如果2016年再搞 其實... 相對來說 確實是比較近 但是如果是她過身的話 好像我們剛剛過去了 《Cinni Fan》 都搞了一個《原哲子》 很多戲其實之前都有播 但因為《原哲子》過了 所以她就會再抽回來播 所以希望她會... 會有一些... 因為其實我也覺得電影中心很快 今次的反應是 其實這個都... 我不是說人家抽水 我覺得是值得一讚的 因為始終她的片 不是主流的片 其實都很難... 很難吸引到一些主流觀眾去看 你安排她一場戲 在戲院上 還有一間賣DVD的店 不停堆放火器出來 其實是兩件事 我也覺得是 所以我覺得今次電影中心 她終於做一些好事了 而且她今次放映是放過菲林版的 是 是菲林版 她很有誠意 很有誠意 所以如果是 我都應該會去看 因為我也很想再在銀幕上 再看這一部戲 因為《英道的滋味》 其實她說很多人生的事情 所以我很喜歡這部戲 但我希望再看一次 因為每一個年紀再看一部戲 感受是不一樣的 當然 我們要拍攝一些Podcorn movie 天璣看這麼多次 我都覺得是垃圾氣 不要花那麼多時間看 第一次就夠了 對 第一次就夠了 然後再說一些很... 我覺得是利益上的事情 作為一個影迷的利益上的事情 就是Gran收回會員了 好厲害 Andis 你有沒有去做會員 我還沒有 因為我要鎖一鎖 因為我要鎖一鎖 我看到她有一個Circle 和Upper Circle的package 我不知道哪一個更划算 更加適合 作為一個影畫 其實大家都是一個窮L的影迷 我並不是經常有人請我去看手影 也不會女人讓我看手影 所以我們如果要看電影 當然要夾到一個最好的時間去看 然後我們剛剛... 因為她那時候突然間 Gran剪了會員 那整年之後 終於回來了 其實這次Gran 她收到The Circle的會員 有兩個制度 一個就是 The Circle 一個是Upper Circle 如果以小人來說 我鎖一個價錢 Upper Circle是比較划算的 為什麼呢 因為The Circle 是190元年費 即是入會費 然後她會給你一張電影禮券 然後再給你一張炮谷券 然後你生日的時候 她就會給你相同的東西 就是剛剛我說的東西 然後優惠就是 你戲票票 普通票是九折 如果3D 就九折 如果你吃的套餐什麼 都會有九折 還有一個積分的獎相 就是儲分 然後就不知儲分 你就看換票 如果續會的時候 就有兩張電影禮券 還有一張炮谷禮券 你會覺得這個都OK 其實因為我要說 The Grand現在一張票是100元 如果去Upper Circle的話 入會費就350元 但是她會有兩張電影禮券給你 還有會送兩張買一送一的電影禮券給你 再有一個The Grand的套餐換領券 記住是套餐不是炮谷 可以換到其他東西 例如粟米 超米 整個餐 我猜是29餐 然後到你生日 她亦都會送上面同樣的東西給你 但是她的優惠 就會更多 就是買票優惠 買票優惠 如果買2D票就有8折 如果買3D票就有9折 如果你是買Starsuit ticket 即是那些豪華園 豪華園 就有15% 即是八五折優惠 如果你是小食那些都是有9折 然後是一個積分獎賬 如果續會的話 她就300元續會 送上面所有東西給你 但是她的專上禮遇就會有所不同的 她可以用特快通道去買 買東西吃 買東西吃 但不是買票 不是買票是買東西吃 但是她會有機會 有機會 可以有些放映會 或者是一些首映的活動 可能是抽 即是你去換票 或者抽籤 即是whatever 這些東西 然後也有電影商品折扣優惠 但是剛剛8、9折的The Circle 普通會員 就只有電影商品折扣優惠 那你就可以想想 因為她的積分換領計劃 我覺得就沒有UA那麼難 很嚴重 如果你看積分換氣票的計劃 100分換一張票 買一張票5分 即是你要看買20張票 然後才送一張票 其實分了速度 其實是很慢的 其實你只是那些折扣 氣票折扣都已經夠賺了 其實氣票折扣夠了 因為如果好像 我就不 我應該就不會考慮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我本身就有 曼哈頓那張白金卡 那白金卡 其實曼哈頓白金卡 已經可以有8折優惠了 就算我上網買票 我都有這個優惠 你要給8元收束費 這個沒有後費 正常 如果你看這個會員計劃 我覺得就 如果你看那個價錢 高級那個版本 300多元 應該就破了氣院那些 收會員的會費 是啊 但是他會給你多些優惠 我不知道是不是 他想用一個策略 就是 他想用一個捆綁式的銷售 就是我給多些錢 然後我給多些 起票 那些套餐券給你 其實據說 他絕對是有賺的 因為你都說 現在他一張票一百元 現在是3D或者片長的那些 就是倍增的了 是啊 那其實就算說 我有張信用卡 就是偶爾錄下去 其實那個折扣都不會說 可以去哪裡 那我又會覺得 這個 就是這個 The Grand 這個會員優惠 其實會相對上 比白老會那邊還可以 是啊 白老會其實說真的 我每連續會都是 感情上的 其實都是 因為如果你經常去的 Gran 看電影 其實我覺得Gran 它除了介入比較多人之外 走一路都OK的 不是太多人 我覺得都舒服的地方 還有如果是說 住新界區的朋友 其實我覺得Gran 是不掉腳 因為如果你走出去 下面已經有地鐵了 走出去 你就有一些去新界西的巴士線 就是經西水 我覺得 其實都是一個好選擇 我覺得都是 其實很適合我 因為 方便我下班之後去 還有 Gran 那個院我覺得是 舒適的 我覺得是OK的 我想問 他買了信一的電影禮券 是否一定要同一場才能用到 我覺得正常來說 應該是 好像除了白老會之外 其餘所有電影 買了信一的優惠 都有規定你同一場 我想是 其實是 這件事就是 總之 你三個月內 你一定要用了他那些東西 如果不是 就 隨時不是很正常的 這些都是 我看不到他有寫 但我懷疑 其實都是要同一張 同一套電影 可能你找人跟你share 其實就會划算 如果share了 如果他不扣 五萬元都OK的 我覺得是 不過我期望 那些戲院 除了出了比較划算的會員優惠之外 其實我也想戲院出更多的套票 套票 例如說 你可能用一個比較貴的價錢 來買一堆戲院的禮券 我覺得 這樣對於一些經常看戲的人來說 就會 多一點好處 尤其是你現在看這套戲 最近 其實真的很貴 我老婆說 我想看《韓戰2》 但是 整塊水漿飛這麼貴 沒有了 不要 叫嫂嫂真的不好 不要 叫嫂嫂不好 找些便宜一點 他才看 寶石 寶石 可以看嗎 寶石 他叫寶石看 他支持一下個體戶 不如你現在看一套電影洞鬼是要成舊水一套電影 對於經常看電影的影迷負擔很大 所以希望電影演出更多套票優惠 其實你綑綁式不如套票優惠我覺得應該有好處 不過其實有一些電影院我看到也有禮券賣 不過好像都是正價來的 其實再說多一句 《The Grand》為什麼我說這麼吸引呢? 對於我們來說是有點吸引 因為《The Grand》我覺得它會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電影 你說得對 例如它現在有兩套只在它的獨家放映 一套狗狗再… 什麼狗狗什麼 一套說狗狗 為什麼貓叫得不來那套電影版 另一套就是小林不聰明那套狗片 因為我幾天前去MPV剛剛在做一個program 就在那裡做一個放映會 其實除了這件事之外 還有什麼杜蘭島 都是這一類的東西 還有我想說 還有什麼土耳其電影節 所有很特別的電影節 很小型的外國電影節 大部分都在《The Grand》做 所以其實如果有成人會在《The Grand》看一看 我覺得這個會員折扣 我覺得都是有吸引力的 大家可以去考慮一下 第一節我們講到這裡 稍後回來我們看看 什麼戲 的樣子 是 到